來 我們現在呢 請大家先看這個是今天的自由事報 泰國的玉米筍 這就是玉米筍 結果呢 已經有毒 滯蚀氏菌感染了 結果呢 中國煙十天跟我們同步 煙十天跟我們同步 但是好了 就是說無關什麼台灣人的健康 但是我們現在要看 看WHO這個高強中國的代表 是怎麼樣在對國際宣傳 有夠照顧台灣人的健康 好 來 我們來看這個 指令我們主要的同地 中國就是使用傳 台灣人的健康 還有台灣人的健康 只要是為台灣人的健康 只要是為台灣人的健康 努力的事情 只要是為附近想來交流努力的事情 我們都會盡力來交流努力的事情 並且一定會交流努力的事情 我們都會盡力來交流努力的事情 好 大家有看到 那高強在世界衛生大會 對全世界這樣宣傳 宣傳說兩岸血脈相連 骨肉兄弟 中國始終關心台灣人民的健康 如果要關心為什麼 那個有毒的玉米醋 10天後都要跟我們同地 有人吃嗎 有人進口嗎 現在不知道 問題是 你都要跟我們同地 世界衛生組織跟中國同地同一天 你要卡一個電位 卡一個電波 現在都是說 用E-mail一天就夠了 一秒鐘就夠了 有什麼10天後都要跟我們同地 請大家看喔 他剛才說那是世界衛生組織高強 請大家看 又看喔 連合國 這個代表王光雅是怎麼說 請大家看 請大家看喔 他說兩岸同胞同根 同中 同文 命運又相連 修期與共 兩千三百萬台灣同胞 是十三億中國人民的一部分 就是什麼 我們也是中國人 他也關心什麼 世界上沒有任何人比中國人 更關心台灣的前途跟利益 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 不過我補充一下 中國真的發生這種事情 他對自己的內部 也真的隱藏疫情 也真的沒有通知 每次都說有主意什麼東西 所以他做的 除了他故意沒有通知十天 還是他對人民的根本就沒有關心 他自己的內部也是這樣 兩個都看過 對 你把台灣 你把人民動作世命 動作是你自己的世命 請大家看 他說 一直以最大的誠意 盡最大的努力 為兩岸同胞謀福祉 我們真誠希望兩岸互相尊重 互利互惠 共謀和平 穩定發展 環榮的美好明天 你看這樣有白痴嗎 沒有啦 好 來請大家再看 這是 胡錦濤和連戰的會談新聞公報 請大家看這 請大家看 要共同打擊犯罪 我要請教 現在有台灣有多少犯罪在那裡 還沒有請教 還有打擊犯罪 王金思英還在上海 要說王金思英嘛 他說他有王議員嘛 什麼有哲緣嘛 朱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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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安雄好 陳勝田 真正人 太多人都走去那邊嘛 哪有打擊犯罪 有看有白痴嗎 請大家請說 會黑豬的帽子那邊喔 請大家看 說第四點 要促進協商台灣民眾關心的參與國際組織活動 我要請教 胡老師 你國民黨的 國民黨有你促進那個什麼 參加這個世界衛生組織 有啊有啊 有的想辦法要促進 但是這個 剛才說到的 這是主權問題啊 這沒辦法解決的事情啊 沒辦法解決 那你說要促進啊 促進是促進啊 但是促進不會有效果啊 因為牽涉 兩岸只要 兩岸只要 兩岸只要牽涉到主權問題 就無解了 就無解 那無解幹嘛牽涉第四點 那現在就看 看有另外還有想一個辦法 看有辦法 各自主權以後再來談 看有沒有想辦法再找一條路啊 也是要找啊 沒辦法 剛才國動就說啊 我們無法進入WHO 這點我想都沒有 WHO為什麼要叫 為什麼要叫中國通知我們 你怎麼不可以直接通知我們 所以嗎 我想不呢 所以讓大家拚會完 這我可以回答 沒有我這樣講就是說 照理說 我搞不懂 WHO這種事情在通告 應該是全世界通告 它不是秘密的啊 為什麼要叫中國通知我的通知 你知道台灣現在給它打壓 跟它說 世界衛生組織 台灣是屬於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 現在它就透過中國通知台灣啊 你知道嗎 沒有 這點我不知道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世界衛生組織 它這個有關全世界的衛生的事情 它這個應該要公開的資訊 應該公開 它就不在面子 不是 世界衛生組織就奇怪了 我就想都沒有 所以奇怪 我們要拚會完 不是啦 不是說拚會完 拚會完是一定要拚 這不用說 我的意思是說 到底是什麼原因 我覺得真正重點是什麼原因 為什麼它不循著說 以前網立 都是向人家全世界公開 這裡有講 公開講的 因為很簡單 我可以回答 那個老師 因為 WHO的秘書處 在中國的施壓之下 其實在前年 偷簽了一個備忘錄 對 跟中國簽訂一個備忘錄 說 將來 WHO有關的相關的疫情通報 它必須通知 先通知中國 必須通知中國 而且甚至包括台灣 要參與 這些相關的 WHO的活動 如果說譬如像 SARS這種 防止SARS的活動 這也必須要通過 中國 北京政府的同意 台灣如果要任何 派出任何代表 也要由北京政府來同意 這是WHO秘書處 跟中國政府簽下的 一些備忘錄 所以最該譴責的 老實講 是中國政府 然後是WHO 這個秘書處 中國搞爛全世界的衛生 傳染疾病 這已經是全世界知名的 SARS期間是全世界性的恐慌 包括加拿大也很嚴重 但是WHO有處處嗎 對 沒有WHO 老實講 老實講 中國最恐怖 當然 國民黨不是有去簽嗎 包括優先討論 參與世界衛生組織活動的問題 現在怎麼會去協商 協商說 不然萬十天 我們同意萬八天 好嗎 這協議 這我們先說 這協議其中一點 就是要簽訂和平協定 他們什麼時候才落實 2005年去做一些大堆 到這一次十七大財 中間有一條 才 今天共產黨不共產黨 對啊 附近都不共產黨 所以看到協議哪有效 郭兄姐 這為什麼牽涉到主權不行 就是說 我們照我們的邏輯來講 WHO這種做法 我們連接受中國的通報都不行 嗯 因為如果我們接受他通報 就譬如我們要信領說 是一個中國 我們也不接受啊 對 所以不能接受啊 所以我說這個問題不在這裡 這個問題應該 我們想辦法看 怎麼樣跟 WHO抗議啊 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 這種有關全世界健康的事 你為什麼一定要透過它 你應該直接 直接跟我們通報啊 現在就是說 WHO我們也很難 但是我還要說的是 中國跟WHO連續在台下台灣的時候 我們到底是怎麼去打倒 這證明國民黨在欺騙台灣人民嘛 你去簽那個學友要做什麼 中國問題促進什麼叫促進 促進 我沒有促進 我沒有促進 它現在有促啊 沒有促進啊 沒有進電啊 所以我覺得 這都是在欺騙嘛 要如何 看不看他們在裡面 有政府可以拿這去跟WHO 跟全世界說 你看 你跟我們說好啊 對不對 我以前要聽我的話 要促進啊 要促進啊 但是國民黨不是這個黨啊 你總算說國民黨簽有什麼好 你是在欺騙黨 你要簽什麼 跟民進黨簽啊 可是不要忘記 那時候反分裂法 一出來以後 全世界都要譴責喔 可是後來 這個連戰就過去了 北京又開始講說 你看台灣內部 是有人支持反分裂法的 同樣我覺得 洪宜剛才講的東西 是有可能的啊 他跟WHO秘書處講說 我跟台灣最大的在野黨 已經簽好這個東西啊 我們共同促進啊 台灣任何消息 WHO不能直接給 只能透過我給 這個很清楚 他就是要達到這個效果 而且WHO也同意了 所以前面剛才 侯老師認為說 那台灣怎麼找到資訊 有啊 就變成說我們的衛生署 自己要上網去找資訊 我們是變成 我們自己要去找資訊 因為我們不是會員嘛 所以很多人在說 台灣加入聯合國 不是政治活動 他是拼經濟啊 今天我們看的更新主 是在拼健康 對 這個徐老師講真好 我要跟大家報告 是說 用台灣的命義 加入聯合國 還是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到底是拼經濟啊 拼經濟 所以很重要 你從一個方面來看 是拼經濟呢 是拼台灣人民的健康呢 那沒辦法嗎 難道這個事情 就不需要做嗎